老公,其实我在英国,我读得法律了 他们不收我 那你在英国整年,做什么来的? 我读上Human Design 什么?什么Sign? Human Design,人类图啊 人类图? 那怎么说老公? Human Design 大家好,欢迎收看Valentime 今天又有两位嘉宾,大家应该记得了 一位是Dolphin 另一位是月亭 又见到你们 我们今天是讲Human Design Human Design,我想观众也觉得我们迟 现在才讲Human Design Human Design这个玩意好像在香港很久了 十年,十年 超过 超过,很久之前已经听过 我也有试过找人看的 那我就自己没有兴趣研究了 因为太深奥了 那我就找人看完之后 我现在都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两个数字 就是四六 那些人就说你是四六仔 然后就听他们说 什么是四六仔 四四六六 那不知道,忘记了 那今天靠两位讲解一下 什么是Human Design Human Design就是有个加拿大人 他本身很抗亡自大 有妻儿 有一天他放弃了自己的生活 因为一来狂妄自大 但自然不是那么多人很喜欢他 他本身是一个广告公司的 类似一个老板 很多人都不喜欢 因为他根本上 只有他去做事 就没有人来做事 嗯 去了西班牙的时候 他住了一个朋友的一个家 一个废墟 是 那住了之后 他有一天 突然间就进去那间屋的时候 就突然间有一把声音就跟他说 是 你准备好了吗 蛤 于是他整个人就突然间脱水 是 整个人就好像 一直都会有一把声音 跟他说很多东西 连续八天里面都有这把声音跟他说 是 如果这样遇到我 我会觉得撞邪 是 有点像张无忌 叫Sana 撿到一本九样神功书 医治了他病 那八天发生什么事 就是这把声音 就不断跟他说 Human Design的所有系统的事情 就是整套Human Design的学说 就透过这把声音 就告诉他 是channel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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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是official的 是他说出来的 甚至乎他说 那一刻 其实那个已经不是他 是的 那八天里面 就只是一个肉体 不断的 有这把声音 去操控他 他就开始去记录 去写回来的东西 而之后他经历了 接近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他才可以将整个 这么复杂的系统 去把它organize好 然后退出来 我的皮毛理解 他里面有逆经 是吗 很多样东西 其实有逆经的元素 他是一个外国 那他为什么会有逆经的元素呢 他以前有没有读过呢 在人类图里面 先说他包含了什么 刚刚也有说 有逆经 有DNA 有占星 有卡巴拉 生命之树 密轮 这些东西结合出来一套学说 对了 为什么呢 其实在很多年前 西方都有发现一样东西 就是逆经和DNA是有关 挂亂的 逆经的614挂 和我们DNA里面的36个解码子 是有关的 嗯 其实整套学说 就是类似 就是当星体运行的时候 其实它本身 坐落不同的星体 也有一个挂 譬如 如果你是36挂 走头 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刻 太阳 就是你的36挂 坐落在太阳 然后呢 它就释放了中微子的特质 就会落了你 到你这个嬰儿的DNA里面 嗯 首先要追索到 它说的是我们在宇宙一开始的时候 大爆炸 那大爆炸之后呢 就产生了两种粒子 一种呢 就叫做 陰性的粒子 就是我们叫做质子 另外一个叫做阳性的粒子 那我们就叫中微子 那所以呢 你会在Human Design 经常听到我们讲中微子的 那为什么呢 中微子呢 就好像我们 USB 它里面有很多data 在里面的 那就是那些中微子 就好像data 那样 就会落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那另一种呢 就是质子 质子呢 就是说一些我们 物质的东西 关于意愿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是很特别的就是 这两个粒子 一产生了呢 就形成了一个一音 一样的一个部分 那我换起了一点点的记忆 就是说 这个Human Design呢 有一堆订号 有什么type 啊 profile 等一下你会讲的 其实是每个人的 那个user menu 出厂设定 是 是 是什么意思 通常很多人都会说 是我们人生使用的说明书 就是我们如果 一部机器 会用说明书 但是我们原来 一直都不知道 自己有一个说明书 给自己的 所以很多时候都说 是我们 一出身的default setting 嗯 OK 事不宜迟了 今天就去八卦 Welen 那个 是不是叫盘啊 盘 是 八卦一下我的盘先 好了 我现在手头上呢 有一张是 我Human Design的盘 它里面呢 就有type 有type 有profile 有defination 有in 有authority 不说了 放在最顶的 不如先说最顶的 好吗 很多人一看这个chart 就很快就去看图 就是有个人的图 但是呢 其实我们通常 反而会看了 刚刚Welen 说上高的那些资讯 先的 因为那些资讯 其实正正是很重要 就像我们打机 有个人切 都知道个人切是怎样的 那我们先下去看盘 你会发觉 你一路就可以把人切 放在盘上一起去看 OK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说profile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觉 profile很讲 一来 我们发觉很多人 一说profile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profile 本身的名字叫人生角色 就像你来到地球的时候 你扮演的角色 究竟是怎样的 很多时候都是你和人与人之间 那个互动的时候 你所呈现的状态 或者你呈现的方式 就会是这样 所以一说profile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说很重 OK 那profile 其实我们一看 有六个number 六个number 里面就是易经的r 就是六条r 六条r 就是六条r 就是六条横线 就是一至六 一r的人 本身就是Foundation 我本身就是一r的人 一r的人 就是为这个世界 设定好一个Foundation 通常一r的人 有两个东西 就是很喜欢做research 通常一r的人 为什么要有些东西很实际 做很多research 而且他要把东西追到够底 等等 你说的一是前面还是后面 可以补充一点 通常我们说profile 会有一个前一个后 其实和你保存的图有些关系 因为前面就是有意识 就是一个conscious的部分 你很自然 其实你都很知道自己 是这样的人切 后面就是邪惑 后面就是一个 你的unconscious的部分 所以我们通常一看profile 会有一个前一个后 就是一个conscious 对 unconscious 明白 所以前面的阴霸是显意识 通常我们都会说 那个人是一仔 一就是前面的显意识 就是一 所以例如Velan 他就是四 所以通常都会说 你是四仔 这样的形容 一有一个东西就是 很多人看到他 都是一些很喜欢做research的人 和他很喜欢把事情 去归根究底 追到很深入 譬如他很喜欢 他经常都会说 他如果去学一样东西 他一开始 他不会很快去表达出来 因为他是很害怕的 因为他会觉得 那些东西好像不太深入 不是对的 他要打到那些东西很稳健的基础的时候 他才会将那些东西 公主意识 对 哦 如果一仔 就是 你刚才说 是喜欢做research 算是智识型的 是 就是他要很明白那些东西 他才会告诉别人 是 为什么一仔会这样 其实是基于他一仔的人 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 简单来说 他其实是很多 不太相信自己 那部分 但是 就是因为这个 很多自省的一个方式 令到一仔的人 会不断不断去学习 令到那件事打得很稳 打得很稳健 好 那你们学那么多 你们是不是一仔 我是一仔 你是一仔 OK 怪不得你什么都懂了 好 他和我们 我只是说 但是我会 和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他一些东西很喜欢找到 那个事的本质 如果我们有时候 另一个方式 我们会用一个比喻 就像一家屋 一仔就是地基 就是一家屋的地基 他们就会打得很稳健 也让其他的鸟 其实可以在上面 继续发展和建立上去 一仔的人就是要打好根基 你可以看一至六来说 一就是基建在下面 二的人就是开始去演绎 所以二的人就叫做天生好手 他学习就很快 天生就有很多东西 好像很懂 但是二的人又会很冷静 很喜欢自己 他另外一个中文的词 叫做隐士 其实你看到二的人 通常都不太喜欢去社会 很适合自己 很喜欢收拾 可能有些时候会 因为很有趣 我的平均是 前面的六 第二个就是二 所以我也有二的部分 我刚刚说的就是 可能有些时候 我们都会出来见一下人 但是一有空间 我们就会 先躲一下 有一种想给自己 me time的时间 好 而且二的人 他除了收拾自己 自己做自己的东西 其实他要等别人看得到他 我给大家 例如二的人很喜欢 可能在家里自己 很享受 很享受 很棒 但是有一天 有个人来到他家里 觉得这个东西这么厉害 但为什么会是家里的呢 然后他就会 有些人想发掘他出来 全民众生的 就好像姜濤 其实是二下头 那你的意思是 二的人可能有些 很厉害的东西 但是他不会 随意表现出来 给人看 二的特质 有一点特别的 就是他不太知道自己 那么漂亮 我现在听了一和二 后面就有三四五六 我发现 其实我现在只有四六 我都某程度上 可能有少少二 有没有可以这样的 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有很多原因 但其中一个原因 你问得很好 他已经跳了一步 对吗? 非常好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六本身 就是一个特质 六就是一个 我们会经历一二三四五六 哦 怪不得知 不好意思 继续 我们先去三 是不是可以说三了 三 那三 三都关你事 我待会不说 三就是我经常说 叫做try error 就是不断在错误中 不断去尝试学习 又在错误中 不断尝试去学习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很简单 一就是一个foundation 还有很多research 二 开始演绎一的东西 到三 那些东西都要试 就会有三个东西 不断去试的东西 试的方式可能在某一件事上 他会不断去试 或者他会不断去试 所以在人制的关系 他也可能会不断去试 去不同的地方 去试试不同的人 这个我也有 就是因为六有关 有很多关系的 我们会叫做break and burn 有些时候可能 有些关系是很难去持续的 尤其是早年的时候 如果放了 等一下再说 我先打断 因为衣服就是会连结 然后断裂 连结再断裂 就是跟鸟一样 而且你会发觉三个人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要试试 他怎么可以留在那些地方 他不一样 很不同的 就是他不会留在那些地方很久 去到这个位置 就会不断去跳 无论是自己去学一些东西 或者有机会做一份工 甚至在关系上 或者是在云打的东西 他都会经历一样 不断不断去试 不断去学 但是三个人 整体都是这样的 你刚才说的工作 玩 或者是关系 都是这样的 很好的问题 因为我有其中一范 没错 我就不是每样都是这样 非常好 我有其中一范 因为其中有一些部分 我们会说 其实我们的 energy 要channel out 譬如这种 你要不断去链结断裂 这个 energy 如果你在其中一范 很明显地act out 其实就可能 其他部分 有机会稳定 你说三个那种性格 是不是可以用性格 就是我工作不会的 就是一份工作 我都试过做 比如保险 我做了13年 之前自己做生意 都做了六七年的 除了工作 我就有一样东西 就是整天 就好像这么说 就是玩 就是玩一些玩意 无论是sport也好 或者是一些兴趣 我玩很短 我就斩了 因为我很快就已经玩得很好的 就是不是认力 但是的而且 我很快已经是掌握到怎么玩 接着我就不玩了 都没有挑战了 就是这样 那我现在唯一玩得最久的 就是打歌与夫球 我仍然还在打 因为我打得不太好 所以我就不断要熬到 要打得很厉害 而且有一件事很特别的 因为你本身做保险 保险不是一个朝九万五的工作 是 和你每次见的人都不同 是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出口 令到三个人 他不会留在那个地方 喂 三个朋友快点做保险 是吗 有个出口 我们总是很开玩笑的 就是如果我们是有三个元素 我们做了三个团 其实都有三个元素 我稍后可以讲解一下 而那个有趣的位置就是 如果我们在 选择工作也好 或者是一个住的地方也好 如果那个地方 其实有很多这个 elements 有很多 stimulation 有刺激的东西 或者可能你又不断有些 转换新花款 尤其是做project based的人 或者可能刚才说 譬如你可能保险 你真的每天都见不到 那这个已经帮我们去 满足了那种 就是要转换 要转换那个 energy 其实是有帮助的 是 否则可能要转女朋友 是 转其他东西 是吧 明白 但也都见过有些人 是 那会不会其实profile 有越大 number 是不是已经包含了前面 是否可以这样解释 不可以 只是六是这样的 是有特别的 OK 六通常都会有这种 我觉得 OK 也是 我想死我 1,2,3,6 你会看到刚刚就是 批车仔 或者自己做自己的东西 3又是不断去试 去到4,5,6 就开始把东西抗战 所以4的人 开始就是跟别人 不断很多 communication 4个人就是 经常说Friendship 就是经常要约朋友一起 无论是工作也好 如何都好 都是很喜欢约一些很亲密 很Fan的朋友一起 同时可能你现在也是 你先找的 都是先找一些Friends 是 没错 如果找陌生人 你可能会觉得不舒服 是 没错 这个跟以前做保险一样 早期你一定是找一些最亲密 跟着Friends 现在做节目就是 不要说找人 最初哪敢找人 是不是自己做 一个人单拖做那些节目 跟着才开始一步一步找朋友 去做嘉宾 4是很特别的 因为4的人 其实跟1是有点似的 有个位置 就是他要打好基础 他要有个安全感 所以这件事 不过在4来说 跟1不同的 4就是跟人的关系上 多些是这样的 就是他开始很不稳 很没有安全感 如果跟一些陌生人 他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基于这个安全感 他开头的时候 通常会找到熟的人 4的人有另一个面 就是他 因为他跟人的交易很强 但有另一个面 就是去到某些情况之下 如果不被尊重 或者是一些不被邀请的情况下 反而会是 反胎 反胎 甚至有脆弱 玻璃心那种感觉 玻璃心脆弱就没有 反胎会 就是我可以 很厉害 是的 是的 我可以走了 但是这个要去到很extreme 可能我人生发生过一至两次 总括来说 都可以引到的 但是你要 迫到我要拍桌走 就应该都挺厌用的 我刚刚说了四个人 可能会比较密切 比较密切 比较密切 就是我站出来 可以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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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五个人呢 投射了他 是有这种能力的 有这个problem solving 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有另外一些 他好像有救世主 一见到他又觉得他做得懂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 不是个个的投射都是正确的 有可能别人觉得你是这样 但你未必是这样 所以五个人要最小心的东西 就是可能那个不是真的你 是别人投射的你 他可能有一个image 或者他内里可能是一个leader 或者他说的东西 可能会有power影响人 但如果他运用错误 就弄了 通常他们会在management 也好或者是一些 可能都是一些企业的企业家 因为他们其实很懂得看到 哪些东西是可以 我们要capitalize 看到这些有机会 其实这东西有得做 他们很有这种sense 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可能是一个business 或者是一个ownership 你会发觉 一就是找research 二就是演绎 三就是试 四就是跟别人 好像是销售士 不断做marketing 五就是说 一至四的那些 五的人就开始想 很实用很实际的东西 究竟那样东西 是否做得到的呢 很实事求是 所以你看到五仔的人 他不会跟你说 是否有朋友 他只是跟你说实事求是 明白 好了 那就是鹿仔了 是吧 鹿 鹿就有两个 一个是显意识的鹿 一个是前意识的鹿 我就是后面的鹿 OK 通常一说鹿 就一定要说鹿 因为头三十多岁之前 其实你正在走三 嗯 去到你三十至五十 这个阶段 你会有另一个阶段 接着到五十至六十 就会成为一个人生导师的角色 嗯 你会发觉刚刚可能是 领导师 是 管理性的 level 但到六个更加超然一点 他好像看一些事物 都是一些很宏观性 世界性 嗯 就好像刚刚说 我做了一个 product design 刚刚说要做 research 有一个人 接着有一个人就演绎 product 看看如何美化 第三就是试验这个 product 行不行 四就是不如先宣传这个 product 五就是开始想 怎样去 practical 运用这个 product 到六就不是 究竟这个 product 我可以怎样去运用到全世界 都可以利益到不同的人 是贡献到不同的人 所以六的人看的东西 是一个很宏观性 很超然的角度 嗯 都像 是吧 其实这个 channel 就是我放得上youtube 或者是一个 internet的 platform 其实就想access多些人 所以是哦 它是我的潜意识 我没有这样想的 其实是 是吧 四六的人呢 你会觉得是friendship 其实我本身都是想着 大家是friendship 可以谈谈 或者做访问 但是背后 其实你的潜意识 有一个vision 哦 那这个很厉害 是 很厉害 就是原来后面那时候 你自己不太知道的 你没有打算去做某些东西 但是你潜意识是推着你去做的东西 我太懂 因为我第一次都没有想过这样 说真的真的没有 只是想自己说自己 觉得自己知道的东西 给大家听 除了潜意识的东西 就是它开始早年 它不断可能在关系上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不断有很多差点 特别会是 跌跌碰碰碰 成熟了 几岁至几岁 基本上是30岁 30岁之前 30岁之前 但是通常我们 在观察不同的人的时候 就会觉得 可能在35之前 大学都会有这些状态 就是慢慢回答 看不同的人 是的 也都看你之前 试多少东西 有机会 你说四仔 是吗 四六 四六仔 六个部分 四六仔 六个部分 在30岁之前 就跟人的关系 就要不断试的 try的 你可以当是 走到四三 头三十年 嗯 其实不是人都是这样的吗 就是我当不是30岁 或者 当30岁先 是不是 普遍人 那时候 可能接触很多新朋友 那你又出来 刚刚做事 十年 我想没有十年 你二十多岁 可能大发业之后 做了不久的事情 那你不断会接触新的朋友 那你不断会接触新的朋友 不同的地方 譬如二这样计算 二就不是这样 二刚刚说过 很自然 他天生就好像懂 有些东西 他不喜欢踹踢踢踢 他跟一不同 又不同 三的 他不会不断在那里试 在外面试 又不会不断去温书 二就是 他早知道我很自然懂 所以在他的人生 很多意识 他早年会比较容易成功 但二当然 他也有他的困境 因为他感觉好像很不均匀 其实他暗戒也会害怕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懂 也有些东西好像没有根据 他里面也有很多自己 不太认同自己的部分 所以变成了他跟其他类型 会很不同 你刚才说的 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 其实我们看图 有时都会说 当然 很多大范围 每个人在早年一定会有一些经历 但特别的部分 如果是六来说 其实我们都会发现 可能六的经历 有时要成就六都会辛苦 早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 经历 辛酸 血泪 尤其现在我一把你记 哈哈哈哈 还有那个经历 要看回你世事的图 那边是 关于什么 是哪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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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待会我们再继续讲 好的 我们会说 这是一个去制约之类 那为什么呢 我们其实看 大家可能成长 或者在我们外在的环境 其实很多时候 都对我们自身 是有一些所谓的制约 那 怎样呢 就是它其实是影响 我们而不自知的状况 那有时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看天文设计 为什么会帮助我们 因为譬如我们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不在空白的 能力中心的部分 那些地方又是特别的 其实是特别容易被外围所影响 因为我们会特别敏感 打开的一些部分 那所以 如果我们没在意 就很容易掉下去 受其他人去影响的状况 当我们有意识地去观察自己的时候 其实正正就是一个 去制约之类的过程开始 刚刚我们说的是 一二三四五六粒粒粒粒 那现在我们就说 一个配搭 刚刚我们先说一 一就有一三和一四 其实每一个争论 就有两个步骤 所以有十二个人生的角色 十二个步骤 那是怎样呢 有一三一四 是 接着就有二四 二五 接着就三五 三六 哦 接着四四 哦 是吧 五一五二 是 六二六三 那我今天又多了一样东西 就是首先 profile 只有十二个 十二个profile combination 因为要说一次 我自己才会记得 我以前没有说过 那就是有十二个profile 的combination 头的粒就是你的显意识 后面的粒就是你的潜意识 明白 继续 OK 那我说一 就说一三 我说一三 一三就是走头的 那我刚刚说的就是foundation 那一很有趣 就是打好基础 foundation 又要刮一些 刮到很浓 是 但是一能三 你刚刚也说了三 她的一三是什么 一能三 他直接咬我 我记得的 他就咬我 好 三个try 他说 不断试很多不同的东西 所以一三的人 因为他也说过 他要做好的foundation 找很多别想之前 基于有很多不安全感 所以他就会不断做很多尝试 不断try 试很多东西 令到一的foundation 越来越稳健 这个不是只是说工作 是每一个范畴 对 那会不会是工作 嗜好 玩 关系 都会是这样的 我用回来的例子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不断转工 嗯 其实打工 我打工了大概四五年 大概四五年 我应该转了七至八次工 是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那时候也会比较藉口自己 我想他转得更加好 但是那时候每做到一个project 某个位置 自己都有一些不安全感的恐惧 在里面 不如我跳 那一三是很有趣的 就是他本身 因为他一直刮下去 通常到四十岁那段时间 或者是三十七八段时间 开始他就会成为某样东西的专场 是一个专行 因为他喜欢刮那件事 所以通常一三的人都会成为某一件事的专家 嗯 接着去到一四了 一四就不同了 一四就不同了 因为没有了trying error 刚刚也说了四 就是你那部分 不要问我 我不记得 四 四就是friendship OK 就是我和人之间的联系 或者是我透过朋友去连结 然后做到不同的东西 所以一三和一四的做法就很不同了 一三可能会放下来一点 因为自己做事就自己trying error 但是一四就不同了 他有某部分开始想和人去连结 去宣传一下自己的事 但是他有另一边 又会想放下来做一些research 接着到二 二就是二四 二四 二五 二四二五 对了 二四的特质就是二 刚刚就说了 很喜欢躲起来 但是他是天生好手 很聪明的 他很天生 很自然 有些东西很容易上手 但是另一边他配二四 四刚刚也说了 就是friendship 就是跟人联系 所以二四的人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害臭 但是他又很容易去接线人 因为他的感觉是一种很友善的感觉 而二 他有点傻气的意 因为你问他 你那东西怎么做到 我都不知道 二本身有一种天赋 那东西就是 他最自在的时候 其实是最演绎到自己的时候 所以跟他们相似 有时候很舒服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 基本上都会带着一种 很flow很自在的一种状态 所以你听起来不要叫他 一 就是我这一的那些 我一定会叫二的那些人 做一些research 他会死的 他会觉得 怎么做啊 为什么 我不知道那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要找个原因出来 是 好 但二仔呢 就是因为底部 太不知道自己怎么样 所以他有很多的恐惧 所以为什么要忍试 忍试他喜欢自己 自己的部分 嗯 明白 然后二四 然后就是二五 二五 那二五呢 二五仔 二五仔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就是二五的 是 就是姜濤 是 他是很tipical的感觉 你会看到姜濤也是 耳朵就怕怕臭臭 也不是很懂得说 有时候可能是很自己 但是有一下突然上到台 就好像 哇 揮沙自愚那种感觉 其实都是二的那种 talent 但是你会有一个五的一种霸气 你会觉得他 头射到他是 咦 他是一个star 哦 所以二五是一个很特别的 combination 然后你会看到 又很lade back 去到五 但又很企固 所以你会发现姜濤 好像很极端的人 就是变了另一个人 哦 而五有一个特质 就是 她们有一种 好像觉得自己 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 因为他有时候 都说不出他 他表达不了他人的感觉 所以他们可能 会变了 为什么那种 怕臭 或者很lade back 或者很窄 其实是他觉得那个位置才是安全 为何呢?因为2和5是一个相对 刚才1和4是一个相对 就是大家要稳固一些东西 有安全感 而2和5相对就是大家对他都有投射 他现在突破了投射 这样说2和5的人这么extreme 会不会自己的内心经常打架呢? 是的 会是很多矛盾 对吗? 尤其是刚刚说投射这部分 2他本身有talent 那些人也有投射他 5觉得他可以帮人解决到一个问题 又投射他 那一刻他就会觉得 但因为他自己又不太相信自己 而且有一些投射又真的不是他的东西 那一刻他就会更加怯 更加会躲起来 嗯,明白 尤其是如果做娱乐圈 身德游记很多东西 人在江湖 是的 那就有很多东西在他那里 明白了? 接着就是35 35就有另外一个36 35成群 3就是35成群 因为35通常都有很多朋友 因为他刚刚说 他不断去不同的地方 去试很多不同的东西 也是朋友圈子 他不会按耐得住 他永远都是一个朋友group 可能有不同的朋友group在里面 哦,对 那如果这样说 你说35他很喜欢朋友 不同的group 那他会不会去到不同的group 都是做leader呢? 都是做吹鸡 出来吃饭 唱歌 那个呢? 的确实是这样的 35人对他有很多时候 人家很多时候对他有投射 嗯 但其实你刚刚说的 就是三岩头 其实他不断不断试试很多东西 是 其实有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35人 不是很有承诺的 嗯 是的 说完就算 或者做完就算 就扭了他 就扭了他 也都是因为 其实他只不过想试 想探索 嗯 其实不可以怪他 只不过问题是 你们对他有个投射 是 因为很有趣 三岩头的人 说出来的时候 就好像有五那种能量 是 好像很有气势 喂,是这样是这样 而且这些东西很practical 哦 可能那东西就试了十天 就是简单来说 说就无敌 做就有心无力 是 因为你一直这么说 我一直在记住 对,那是哪个朋友是这样 你也是这样 我记住 你也是这样 我记住 但是是有的 即是立刻会拍摄到 是哪个朋友是这样 可以 我记住 我为什么说 其实我认识Human先生 都要好就是 你要包容 如果你还未认识一个三五的人 你会说这个人是常常变的 还有三五的人 都会常常转功 或者转场景 转关系 我认识很多三五的人 都是很多关系 在里面 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是三五的人 你会明白 其实他人生是需要经过这种的探索 刚才说过 他是潜意识悟 其实都是去到人生的后期 他才会成为 真的那五的能力 会出来 所以三个人 普遍都是 其实他都是在累積经验 不断累積经验 不过有些跟陆不同的 就是他都是不断会去玩 不断会去笑 去到三十岁大学 其实年轻的时候 三十多岁 三十岁之前 譬如我有些朋友 可能你觉得他都好像 没什么腰骨 经常都说完 又不算数 但又经常在这堆人那里玩 这堆人又出现 他其实是去探索 如果我当年是能够有一个包容的心 就明白了他 通常都没有的 那时候的岁数 我儿子也是个三五 我看到他很容易想尝试一些新的 但他的持续力很有趣 持续力是确实是真的差点 因为他到那时候 他用的形容是说一句 很boring 其实boring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那样东西去到那里 他就试试完 好像也不是 他就要试另一样东西 他就要转另一样东西 OK 有个term 是按耐不住的灵魂 总之按不住自己 总之我就要去 他去公圈也是 他玩完一个游戏 就要第三个游戏 第四个游戏 但是三五 他会去到某个岁数 就是三十岁后 或者更大年纪 他就开始会 三个游戏 就会慢慢撕掉 不会的 三依然都会这样 三依然 只不过 他有个五的慢慢咬出来 哦 五那样东西 可能override 了三那样东西 但他依然有那样东西 可能 应该说三都会主导他的 但是因为他 刚刚一路一路一路累積 自然他的东西都会偏实正 去到五的时候 他真的会把这么多年 经历了很多不同 或者学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他可能归类了 找到一些 practical的方法 然后找到一个 solution 去帮你解答 明白 三依然有种感觉 他也是跳脱一点 你会觉得很charm 很吸引力 很吸引的 你会觉得在三人旁 一定不会满 跟他们一起聊天 很多火花 你会不会发现 还有刚才说过charm 川花蝴蝶 你就会有那种感觉 OK 我们放了很多蝙蝠在三 其实我是四六 好 我们继续 move on 接着三六 三六 也说过六 开头的人生里都是跳三 所以很特别的 就是他跳三三 就是 double 三 所以说如果他三十岁之前 就是三 不断似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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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能不是在书上说 我们认识的三六的朋友 都是有一种傻气 可能他们是一个比较运动的阶段 你会看到他们 可能问他们做什么 不太知道 好像有点点 还在寻找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特质 要去到后来 可能是差不多到三十多岁之后 你会发现他开始有点点 所以那些六呢 会是那一层慢慢 就是其实有三的那些 他因为要不断试试 那他就是透过试试 就是拿经验 就是提升那个经验值 他其实是走了 若干时间 去到可能三十岁 就会显化你的 因为是潜意识 后面的那种 是不是这样 因为你显意识 固然是你个人说话也好 或者你表现出来 就是表现你那个 有conscious的那样东西 那你就要透过你的年纪 或者你的成长 经验 经验 好像你现在说话也好 六 每一次的归纳 就是一个六的状态 不是 我归纳是方便观众听 你这个脚是出了 OK 好 我们立刻再贴到四 四有四六和四一 四六 你就是四六 四六是如何 就是刚刚说的 四是因为你友善选择 所以四六的气场和六 才是很不同的 四你也会觉得很友善一点 你不会觉得六 就是很超然 就觉得自己已经在屋顶上面 那种感觉 傲视众生的那种感觉 你的感觉不会 你会比较暖一点 是吗 对 然后这个潜意识的六才会出来 噢 可能就是你说到很兴起的时候 但是那个很自在的时候 就是那个六就会出来了 嗯 从来听别人说自己很飘飘然的 尤其是听这些或者听话那些 那些是挺个人的 对 它都是六的个性 但是当然 如果你说四六的话 它是三十岁之前 其实它在关系上 一定有很多错误 一定会有很多不同 令你去认识到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你 因为本身透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去传播一些东西 所以如果去到最高 level 就是你去到全世界去贡献的时候 你是透过这种方式去贡献 所以在三十年前 其实你那种学习 或者是那时候的保险就是 其实那时候 三十岁的时候还没做 还没做 还没做 但是那时候是 是经常认识新朋友 就是那个年纪 通常都是 蓝鬼坊 卡拉K 你会认识很多 朋友 又会认识很多 不同的朋友 很多都是 两下就打成一片 所以在一开始 因为你是四、三 四有很需要很混和的安全感 但是三 你又不断试识 所以那时候 其实你会有很多 不同的人之间的试练 以及会去到某个程度上 你去到 可能三十七、三十五岁 这段时间 你会开始有一段时间 开始不想再 像以前那样 不断试识 反而会有点 那段时间 开始重整你的人之间 网络也好 知识也好 对啊 就是三十七岁 就开始不去谱 三十五、七 那个年纪 都谱够了 所以是没有出去玩的 你觉得对 接着慢慢慢慢 年纪四十 慢慢打好力 那绿就可以出来 因为你经过这么多年 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种沟通方式 已经去到可能很熟练 又或者是知识上 去认识不同的时候 你开始去归类 好像刚刚刚说 很快将一些归类 是 是吗? 龟雷到吗? OK 接着到四一 四一就是 刚刚说的 都是Friendship 但有个一 一就是像我那样 想做好一些研究 是稳固一些东西 所以四一的人 依然都是 有时候很想去跟人聊天 有时候会很离别 做自己做研究 那四一的人 依然都是 他会有很多不安全感 因为他都是Double 因为刚刚说的 四 可能有时候会有些脆弱 玻璃心 翻桌 那些 四一加起来 依然都会有种 突然间 我会在某些情况下 我会想离别 收起自己 OK 好 五 接着五就是五一 五一刚刚说的 又是有一 五就是刚刚说的将军 要一些很实际 加上一就更加强 因为做research 又要有知识 又要有知识 如果五一本身知识很丰富 他去到某些职位的时候 他就可以用得很好 但是有两样东西 五就是人家投射他 所以其实他有时候 也不是他自己很聪明的 他会觉得 是不是我呢 一又一样东西 就是 那些东西还没有摘得很好 有自我怀 所以五一有时候 你会发觉 他也会有一个部分 就是很离开 有一个时刻 去到某个岁数 他的五才会慢慢再出来 哦 哦 每一个语言 其实他也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他有一个 发挥得很好的部分 他的呈现是如何 或者是有时候 我们叫做not self 或者是他可能 在一个shadow的位置 其实是如何 其实在这些步伐 他的碰撞 那些struggle 一碰撞的时候 他就有时会很容易 去到那位置 掉下去的shadow 那就会出现刚才说的两极的状 然后是五二 五二 五二就是刚刚也是 五就是将军 那些人对他很多投射 很practical 然后又跳回二那边 就是刚才二五 阿姜和他有点似 但是调转 所以五的人 你会觉得他依然有一个势 但你会发觉很奇怪 那些人会觉得五二的人 比较难相处 因为不是很理解他 突然间他会跳到那位置 就好像刚刚的傻傻傻 害臊 但是他本身是很强势的 走出来 别人对他有投射 他又觉得你应该要很强势 对 但二本身也是别人对他有投射 因为他觉得有talent 所以变成五二的人 也是很矛盾的 那一刻他会很大部分的时间 你不知为什么他会自己成功 但因为他的势是这样 他又跟二五不同 二五可能觉得他怕丑 傻傻傻傻 但是五二不同 他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人 那么怪 那么孤僻 为什么自己在做自己 好像不是很理会的 是 但其实是因为他 其实有很多人对他投射 其实他自己都有一些不可存 明白 那五二和二五都挺吵架的 是啊 这个 这两个部份 都是比较少人有的 是啊 是啊 OK 也是比较多 辛酸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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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刚才说比较少人有 其实有没有数字 有的 有的 哪个最多 有的 刚刚说的就是 一、三、二、四、三、五、四、六、五、一、六、二 最多是有的 哦 是啊 另外一些就是 譬如一、四、二、五、三、六、四、一、五、二、六、三 就相对少人 比较少人 OK 就是这个在排盘的时候 其实他都是一路一个 就是春夏秋冬 每日的不同时间 其实他一路这样排下去 他排的时候 是某一些 就是当日比较长的时间 他会某一个屏幕 有些屏幕是很短的 或者可能比较差一点 所以他就会出现了一个 uneaven的屏幕 嗯 OK 接着去到六 有你两个 是 那六就是六二和六三 六二就是这里 我就是exactly六二 是 六二就是 刚刚说的 六就是三十年前 就试很多不同的东西 二是因为很有talent 所以在早年的阶段 人们都会觉得他很有talent 他试的过程里面 都会很快上手 但是去到年月的时间 不停试很多东西的时候 慢慢他又会有一个退隐期 而他退隐期 比你那个比较强 因为他六二 他二本身会离 所以他六到四五十岁 好像他有水槽 已经退隐了 已经退隐了 他很少出街 你看他那个外向我 但我经常想出去 但他经常都想躲 其实很有趣 因为我早年的时间 是很喜欢出街 就是会哨戒住 或是见人 对 就是会喜欢去认识不同的朋友 我做的工作 也是有很多 其实我当时是转了很多工作 转了很多行业 但是最多的原因就是 我很想有不同的exposure 或者认识不同的人 这个是我的渴求 为什么要转工 或者做生意 就是想有那种变化 我都是四十五三十七至到 这段时间开始 我就真的很理想 有一段时间 我搬了在一个比较静的地方 我是不想出街 除了我去studio 家里之外 我基本上不出去 网球 见朋友就是想来家里见 或者在studio里见 是不是因为自己很耐心深处 有这件事呢? 其实很有趣的 那种感觉 还是自然的出现 一开始是自然的出现 其实我不知道是一种 你问我是否累 我多时未必是累 我是觉得有些事情要整理 就是觉得有些事情要整理 我就是觉得有些事情发生 或者有些经验 或者学了很多事情 其实是资讯很overwhelm 然后一出去的时候 就会觉得 其实是受不了 我要头一头 而且一静下来 meditate也好 画画也好 就是给了我 好像有些时间 我可以indigrate 其实后来就再看 其实就是那个阶段 他就会说 一个我们上了屋顶的阶段 还有一个有趣的位置 就是有一种想抽离 抽离开原本的环境 或者甚至那些人制网络 都有些少少想抽离 然后我好像要重新洗牌一次 看看自己是怎样 而且有一种味道 就会想 很想观察一下其他 或者外面发生什么事 就是一种距离去看 那六 因为他透过开头的岁数里 试很多东西 所以他没有耳朵 在第一开始 就是有很多不实在 因为他很少经验 但不是 如果六二 就是因为他试了很多东西 但他又很有才能 所以通常六二到四十岁 或者六十岁的时候 他会变成人生导师的原因 是因为他又有很多经验 但是又很有才能 他成为人生导师是因为二 不是因为六 六二这个配搭 六二这个配搭 因为我也有六 我不知道我可以成为人生导师 都会是一个名字 对 他形式不同 你会看到他 一二本身的天生很瘦 就是上手很快 但是又配合他人生的经历了这么多东西 他看的东西就更加阔 他跟一三不同 一三我所说的就是他叮下去 六就是越来越阔 越来越阔 他什么都试过 他就可以知道所有东西 然后告诉你哪个最适 明白 我最近都认识了很多其他六二的朋友 有时说起一个位置很有趣 就是去到一个位置 虽然刚才说到 好像有好才能 又好像很宏观 很多历练 为什么其中一个 我觉得会变回的原因 是 我好像里面有一些问题 我是不知道是如何 然后我要透过时间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时间贊任 再去疏理那些东西 如果不是 我也有见过一些六二 去到某个阶段 是突然间他会 突然间离开了原本的圈子 可能大家都觉得 他们好像很有才能 我这个人 其实也有一些期望 在那 然后去到那一刻 自己觉得 其实我行不行 会有一个坏 可能我都会 退后 突然间都会 退后 然后去到六三 六三 六三一样 早年就是三三 是 认识六三 我们也有两个 都算是挺熟的朋友 最初也是很混沌的 不知自己做什么 又是你跟他说话 像是蛤蛤蛤蛤蛤 甚至两个朋友 中学时候都被人起发名 是有个傻什么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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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的 最好的朋友 但是很有趣 我们认识了一个 就去到三十三 三十四 左右 他突然间真的移动了 开窍 六个人很出力 开始说话 每句都很精疲 很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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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二不同 因为会喇叭 有时会感觉 他会想自己独处 但是三 他不断都会继续去试 嗯 你依然会觉得 他是很 好像以前那样 有些傻气 都会冒险去试 但是呢 你会有一种感觉 都会有一种人生导师 很有智慧的感觉 嗯 OK 我们看人类图的时候 很多时候 一看到图就很兴奋 就去 下去 我想追求那个知识 甚至乎 我说 哎 你就是这样的了 我就是这样的了 哇 原来你是这样的 原来我有这个特质了 就很兴奋 然后就没有那样东西 就算了 那很多时候 就会被人觉得 我们纯粹是 看那份图 那就没有处理过 可能我们 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又或者是 我们有没有去 擁抱自己有的 天赋的能力呢 所以反而 我看人类图来说 我会去想就是 他带出了一些智慧给我们 尤其是当你看到 在《易经》里面 会说 就是我们的图里面 所有的Gate的时候 你会发觉 他每个Gate 说的东西 它是充满了我们 一些人生的智慧 就是好像我们 中国人看《易经》的时候 它本身 都是一些智慧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 如何去处理我们 每一个阶段 不同的事 我听你这样说 我有点问题 六 你说了几次都说 行三三 五那些 不会行二五的 没得斩的 只有六可以这样 斩的 对吧 对 有点有趣呢 这也是他六的特质 因为六本身就是他要成就 成为一个所谓的role model 到最后 所以他会有一段阶段 其实都要有那种try and era 才能整理到那种人生的经验 可以将来成为导师 然后去传扬他所见识 因为很多他们后来的分享 其实是根据他的生命经历的分享 同一不同 一可能是因为学习、铸研、research 他们可能是综合一些理论也好 或者是一些知识 但是六的那种经验 或者那个分享 其实更多是来自于他的生命的那种经历 那我又可不可以这样去归纳 或者理解呢 譬如Dolphin你是六二 那你可能早年就是行三三二 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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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都是行三二 之后就变成六二 是吧 实际上呢 六二呢 其实我们那种 虽然我们有那种try and era的意味 但仍然那个六其实没有走过 我们都有那个分析 所以你会看到通常六那些 很老迹的 对 数字已经很老迹 我不知道你是否 很老迹 就是那种坐在一台就在望尽 是啊 说话有一阵 老味 是啊 好像小时候就老人精 你是六二 我四六 那我都有行三 四三 四三 他有前后 Dolphin那个六在前面 他早年就行三 他本来就是显意识的三 显意识的三 我早年就行前意识的三 没错了 那我明白了 真的要这样解释 不然你对着看一个图 你真的不太知道 你这样解释完 我都不太明白 现在我明白了 那才会有分前意识和显意识的 显化出来 这件事 就是看那个数字 明白了 那其中一件事就是 当我们理解了人类图 human design 这个智慧之后 我们认识到自己被制约的地方 又或者我们叻的地方 在哪里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可以怎样呢 因为当我们上了路的时候 我们去分析的时候 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去处理 我们可能内在一些未处理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 有时候我就会透过可能艺术 又或者运动 这些方式 将它带入我们的情感里面 和带入我们的身体里面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 那一带下去情感和身体里面 我们就可以慢慢慢慢去改变我们的习惯 甚至我们处理到我们 里面本身被制约的一些情绪 Hey what time is it? You know it's well and time There will be a song by the time by the time After you